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有关海量资料分析工具 这边有一个叫PowerPyvet跟PowerView这两个东西 我感觉这一个有点像是苏纽分析的一个延伸 它的最大的好处就是说你可以从资料库里面捞资料 它可以超过1048576的限制 所以如果说将来当然你的资料量会超过100多万笔这样的需求的话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东西 那里面的话大概我们可以分成几个部分来看 一个基本认识怎么去启用它 那我刚刚讲过如果你是Excel的X64 你就装X64的那个争议集 不过X64是比较完整的 然后呢再来就先从那个资料模型开始等等的 然后呢做一些实作 最后的话有一个PowerView 我觉得感觉最炫的应该是这个PowerView 这个PowerView主要感觉就是可以快速的做出一些图表出来 那因为VPA有个弱点 就是说它跟那个R比起来的话 R做图表真的比较多样 而且很炫 那VPA这部分是它的弱点 所以也许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那微软就推这个PowerView出来 那里面的话大概有几项 第一个当然它的功能其实很像那个枢纽分析 所以如果你们用过枢纽分析应该不陌生 那里面的话基本上我们就是把它引用进来 那这里面的话就是用Com争议集 在那个争议集的地方 在那个争议集的地方去把它引用进来 也就是如果你没有引用进来 它不会显示出来 那一般争议集至少分两种 一种是Com 一种是Excel VBA 用VBA里面 VBA做也可以做争议集 然后Com也可以做争议集 这两种它是用Com的就是 用那个类似Visual Studio开发出来 那里面的话当然它可以从那个database里面去撈资料 跟那个枢纽分析表 枢纽分析表我觉得很像 然后也可以做关联式的 就是里面可以关联来关联去 那比如说呢 在微软里面就是在Windows里面 因为跟SS或SQL Server 其实都不用关Driver 那它这边 我这边是用那个SS做一个Demo 其实这个Demo的档案超过100万笔 所以如果你要去抓的话 你可以抓进来 那当然你这边汇入资料之后 你要把它变成什么 表格 直接放Excel 枢纽分析表 枢纽分析图 这边有个叫Power View的报表 只有连线会有这些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是勾选枢纽分析表的话 可以直接把它抓下来 你可以把它当枢纽分析表 一样分析 那这个方式呢 跟那个 就是枢纽分析表 没什么太大的差异 另外第二个方式 就是你可以从那个什么 SQL Server里面撈资料 那一样 那你要就新增一个账号密码 资料的话呢 也可以撈进来 枢纽分析图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举一个比较一般常见的例子 因为这个 我的这个简报蛮多的 比较多的应用像是跨国 就是这边有一个范例是 属于那个大型资料库的应用 里面的话呢 比如说我们捞进来 一个就是跨国性的资料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呢 假设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这个透过 这可以做枢纽分析之外 各位可以看到 假如说我想要分析什么 像糖果 在哪个国家卖的怎么样 如果说我今天想要结合地图 然后可以显示说 哪个国家 它的销售情况如何的话 这个地方你可以透过像 Power View 直接做相关的设定之后 设定完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 它们有视觉化 最后做出来 你可以点选加拿大 美国或者是其他国家 它会自动帮你跑出 那个地图上面的销售情况 你只要倒给它 你需要的资料 甚至当然在台湾地图也可以 比如说台湾的地图 哪些地方 当然你必须要给它 相关的资料 它就可以很轻松的 帮你把这些资料做出来 我是觉得这个部分 是比较炫的 最炫的部分应该是这些的 其他我觉得跟那个 应用起来 跟那个枢纽分析表 跟枢纽分析图 差异性不是太大 所以大概是这样的 还有就是说你可以 自己好像可以制定一些图档 放进来 它也可以帮你 把那个图档摆在底下 看起来会比较炫 OK 所以那这个 刚刚讲的这个 有关Candy 就是全世界的销售 就是糖果那个 我也把它放在云端上面 那各位可以在那个云端上面 可以看到有一个 一个资料库 而且你们 如果有兴趣的老师 可以自己把那个 刚刚这个争议集 装起来之后 再到我云端里面 找到那个第七个 范例 海量资料分析 里面呢 这边有个Candy 点ACCDB 然后里面的话 一起你就照那个 我检报里面的步骤 反正把这个Candy 资料库倒进去 然后呢 再做相关的设定 一个地图就跑出来 然后销售情形 也可以自动去跳出来 那你可以一目了然的知道 加拿大卖的怎么样 哪些地方销售情况怎么样 诸如此类的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 使用起来并不困难 而且完全不用写程式 然后可以蛮快速的 那只是说目前来看 它一定要2013以后的版本 而且最好是64位元的 否则有些功能好像会不完整 大概是这样子 OK 那因为我们这边电脑 可能没办法做太多demo 所以大概简单跟各位 至于说你应该使用上面 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许可以再来讨论一下 因为我自己是习惯 因为我自己习惯是写程式 解决问题 所以你说问我这个东西 好不好用 其实我坦白跟各位讲 这东西我还是比较喜欢 自己coding出来的感觉 所以这东西它大概就是 反正你到时要给它帮你 至于有些地方 没办法呈现怎么办 它好像也没办法跟VBA 做比较好的连接 所以这个我用起来 倒是不是那么的顺手 提供给各位参考 那今天 来也不太知道 说大家的需要 所以临时来 然后定了一个题目 可能也不知道 也是不是能够完全符合 大家的需要 所以也去来交流一下 分享一下我的经验 当然你说 我这东西也不是 算成熟 当然也不算成熟 因为这些技术 其实都还在 算是在什么 还在 算是在磨合 也许你说 有标准答案吗 没有 你说哪一个 每个人都问说 大数据是什么 大数据是什么 那我看到的 这叫什么 每个人都每个人诠释 也许你可以从 比较学术的角度来看 但是 可是我总是觉得 比较学术的角度来看 我越看越觉得 我没有办法 完全可以接受 因为有的时候 你钻在里面 你到底最后 能不能易用 可能我比较 care的是这个点 所以对于学术研究的 那些名词 定义 或者怎么样的 可能我也许涉 还不够 或者说 那也不算是 我的兴趣所在 所以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 可以针对 目前的大数据的 这一个趋势 我会没有办法提出一个 比较简单的 然后可以快速的 而且变成 每一个人呢 都可以来接触 不要说 大数据 感觉好像 哇 不得了 只有那些专家学者 才能用的 每一个人也许都可以 有自己产生大数据的能力 之外也可以 每个人 都可以解决自己的大数据 那未来当然 107年 国教 已经把 中小学生的课纲 把程式设计纳进来了 所以之后 大家会怎么转变 我当然也蛮期待的 当然也希望说 这部分 能不能提出 我自己的一套东西 提供给各位参考 这些东西 几乎所有的 都是我自己 想的方式做的 所以 应该不太 会跟别人 一模一样 如果 将来 当然你在使用上面 有什么问题 可能有bug 你也可以跟我讲一下 或者说 有没有更好的解法 OK 那最后 在座老师 同学 有没有 什么 如果没有 那不然我们今天 就先到这里好了 OK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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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经过一整天